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女友的純冊不已心皮判,我是鯊魚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我最近非常著迷的電視劇叫做 Peaky Blinders 那這部的中文的話大概會翻成御邪黑幫之類的 那顯然的都已經叫御邪黑幫了,它就是一個黑幫劇 那Peaky Blinders這部呢,它主要是寫在一戰結束後的一個英國的博明函 對,那這部戲的話呢,算是除了黑幫的人數之外應該就是虛構歷史吧 對,就是有一些重要歷史事件,像故事開始就是在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那其實其他的也會有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或是出現一些大家知道的歷史人物 像是邱吉爾 對,那但是故事本身當然是一個虛構的故事 不過就是Peaky Blinders為什麼會叫做Peaky Blinders 其實是因為這個Peaky Blinders就是他們這個黑幫的名字 那中文的話通常會翻成叫做剃刀檔 因為Blinders就是這個刀片的意思 那其實會叫Peaky Blinders是因為這個Peak是指說 他們當時的這個,當時的人很常會戴一種帽子 就是那種有點像當時的工人階級都會戴著那種帽子 然後他們都會在前面的帽圓的地方放上刀片 對,所以就是說這個帽圓上面有這個剃刀這樣 所以就叫做Peaky Blinders 那事實上呢,是真的有這個 是真的有這個黑幫存在 對,不過它存在的時間是 呃,並不是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這個時間點 不過在英國的博物銀行 的確是存在過Peaky Blinders這一群 這一群的黑道 那,嗯,關於它這個就是真實的 真實的部分,真實的Peaky Blinders的部分就留到後面再講 一開始的時候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部戲呢,到底在講什麼 那這部戲呢,其實被說是就是歷史上 電視劇的歷史上 就是首次就是有一個故事 是完全是以工人階級為主軸在演的 那這個博明函的地方呢,其實當時就是已經是一個工業小鎮 那我們的主角他們就是這個黑幫嘛 但他們其實就是這個工人階級的一個部分 然後穿著打扮啊,還有剛剛講的那種帽子啊 其實都是當時的工人階級的一個著名的 著名的就是打扮的相貌的特徵這樣子 那演在這個一次世界大戰後 其實有一個非常重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當時有非常多的年輕男生就是被送去打仗 送去到法國打仗 然後他們打完仗回來之後呢,都有這個PTSD的狀況 對,因為打仗其實是很恐怖的事嘛 那我們的男主角就是也是深受這個PTSD的一個人 這樣子,那他原本是一個 原本可能是一個就是很愛笑的人啊 但是他去了就是法國打仗回來之後呢 就變了一個人 那他們這個黑幫其實是一個家族事業嘛 對,然後這個男主角他算是一個 就是在他們這個黑幫裡面的領頭羊 就是通常大家都會聽他的一個策略 然後去執行這樣子 那等到他從那個一次世界大戰回來之後呢 就變了一個人 對,就變得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沉默,然後不苟言笑,然後很大膽 對,然後願意去承受很多風險 然後做一些賭博式的行為吧 對,但是也隨著他就是這樣子 就是有有志有謀的一些大膽的去去做一些事情 也讓他們的這個黑幫勢力就是逐漸的壯大 然後甚至開始就是踏入一些比較 踏入一些比較正軌的生意 原本可能就是一些打打殺殺收保護費這樣子 但回來之後變得很有野心 然後就是也越,又剛好有這個能力 就越來越敢做一些 做一些就是很厲害的事情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個故事當中就是會看著他 就是在這個精神創傷的狀況之下 一步一步把他們就是家庭的這個 家庭的這個家族事業 就是Pickey Blinders這個黑幫的家族事業 越來越壯大,然後甚至逐漸的去洗白這樣子 對,就其實是一個蠻蠻蠻酷的故事 對,就是可能我覺得一般聽到黑幫劇 可能都會覺得說就是那些人在那邊鬥來鬥去 但其實就是這個這一部話他其實 雖然說他們當然本來就是黑幫 但是其實大部分的時候都在演他怎麼想要 怎麼想要把就是怎麼想要擺脫就是原本的 原本就是做那些骯髒的聲音 然後怎麼樣去怎麼樣就是從工人階級去想要爬到 去爬到上流社會的這個這個過程這樣 我覺得黑幫劇其實本來就是一個很受歡迎的一個主題 那我覺得可能就是因為一般人在現實生活中 就是都只能就是只能去遵守一些 遵守一些就是大家有共識的一些規定 不管是約定俗成的一些習俗啊或者是 或者是法律的規定等等 其實一般的世經小民大部分都是只能 一輩子都是只能去跟隨這些原則 然後去遵守他們這樣 然後我覺得黑幫片就是 可以解放大家心中就是野性的那一塊吧 因為其實可能就算雖然你在現實生活中 可能看到一些真正的黑道 可能就會覺得說就是不敢靠近他們 或是覺得他們很壞之類的一些狀況 但是實際上黑幫片會那麼受歡迎 你就可以知道說其實大家內心都有一個 都還是有一塊就是狂野自己 是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擁有自己的 自己的道德原則這樣 我覺得黑幫其實真正令人著迷的原因 是因為就是他們 就雖然說不管他們做的事情是不是對或錯 或者是其實他們的確有做一些 做一些傷害別人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內心深處大家都了解說 其實黑幫他們就是在 就是他們在無視法律的同時 他們是有機會可以去展現自己 屬於自己的一個道德原則的存在 對就是可能一般人我們就是活了一輩子 就是只能去遵守這些別人定下的規則 但是當你在看這些電視劇裡面黑幫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他們可以為自己做主這樣子 雖然說也許他們也過得有點痛苦 人生中難免會有很多掙扎跟衝突 雖然說他們可能也過得很痛苦 人生中難免都還是會有那些痛苦跟掙扎必須要去面對 但是至少就是他們可以決定他們的人生中 什麼事情是對的什麼事情是錯的 對所以我覺得這可能就是黑幫劇 就是之所以讓大家就是那麼的喜愛的一個原因 然後在看他們就是 就是遵守自己的自己定下的一些道德原則 在做一些打打殺殺的行為的時候 反而是覺得有一種就是自己的原則被 自己的原則被落實的感覺 然後自己好像真的可以做為自己做決定 然後做一些改變的那種意味在 那實在句話就是歷史虛構句話 本來就是我覺得對我來說本來就是還蠻迷人的吧 就是因為就是在某些就是已經既定的歷史條件之下呢 就是他們可以就是想可以知道說 如果當時有存在一個人的話 他們能夠有怎麼樣的故事發展這樣子 我覺得這部分也是我還蠻喜歡的設定 那其實我覺得他這個他的拍攝 就是在這個柏民函的這個工人就是 很多工人階級的這個工業小鎮裡面 我覺得是拍得很好就是在拍攝手法上面 就是我覺得幾乎是可以跟 幾乎是可以跟電影相比擬我覺得 我覺得他等級是完全有像電影那麼好 而且就是他完全拍出那種烏煙瘴氣的工業小鎮的感覺 就是整部戲的那個顏色都是非常非常的灰 然後可能會有很多煙啊 對就是那種那種感覺 我覺得氣氛營造得非常好 就是會讓你看的時候完全不覺得自己是在 自己現在在就是在世界的某處 而是你會完全覺得自己就是被困在這個 被困在這個柏民函的這個工業小鎮裡面 就是整個天空都是灰的這樣子 但是除了他的基本的基調就是定的很好之外 我覺得他就是在很多拍攝就是很多鏡頭 其實真的都很像很像電影的感覺 對然後就是可能會有就是我覺得其實這部戲最經典 應該就是他們那種慢動作走出來的感覺吧 對就是很就是很很有氣勢這樣子 對不過我覺得這個這個拍攝手法的部分就留給大家 就給大家自己去體會啊 但是就是我只能說就是真的是很很電影級的 很電影級的一個一個拍攝這樣 然後他其實已經拍了就是六季這樣子 但大家不要聽到六季就嚇到了 因為就是他其實一季都只有六季而已 然後這部戲其實從2013年就已經開播了 就是第一季從2013年就已經開播 對就是在還是個屁孩的時候他就其實就已經開播 不過這部戲就是一直非常的長紅 直到現在就是其實我也是意外在YouTube上面 就是看到看到就是這關這部戲的一個片段 這樣就是剪輯的剪輯的精華片段 然後我其實只看到片段就已經完全被著迷 然後就直接然後就直接去找來看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只要看一個片段 就是完全被吸引就是那個他裡面營造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是可能光是就是主角講了兩句台詞 你就已經被擄獲這樣子 我覺得他非常厲害的就是他的那個吧 他的他的角色設定還有台詞的設定 跟劇情的劇情的推演 劇情推演其實都非常的快 因為大家知道一季只有六集等於說 他其實在六集的時間內就是把這一季就是要講的主要的故事就是 主要的主線劇情就是把它推完 就是六集把它推完就結束這樣子 所以其實六季六集也總共只有三十六集而已 比起隨便一個錄劇就是一季都就是一季都沒有那麼都沒有那麼短 錄劇可能都要五十集什麼的 對所以其實也只有三十六集 然後他他就是從2013年開始拍嘛 然後拍到現在都是每一季都是比都是有比前一季更好的趨勢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受人 然後他其實這部戲裡面就是有一個非常著名的髮型 就是男生的一個髮型是他們都會 就是主角跟他的兄弟們 就是都會把頭剪成就是只有留上面那一塊 然後旁邊兩側包含正後方都是全部剃光的狀態 我覺得其實這部分就是造型師也是非常厲害的一個點 因為就是因為這部戲的關係 就是有非常多人都去學他們剪這個頭髮 我覺得就是一個造型師成功 就是如果有一大堆人就是不管自己適不適合那個髮型 都衝去美容院把自己頭髮剪成那樣的話 其實就代表說就是你的戲真的是還滿成功的 才會那麼多人就是就是不顧一切的去去剪你那個頭髮 而且其實甚至很多人有的人就是連看都沒看 只是因為看到一些片段覺得就是很帥就直接去剪了 所以我覺得是就是有很多象徵性 就是這部戲有很多象徵性的就是很多很多感覺 就是在造成了這個世界上很重大的改變這樣子 然後像是這個男主角演的這一個啊 就是他就他演過就是那個全面啟動 然後就是也演過很多其他戲什麼的 但是就是他演這一部的男主角就是直接被人家說 就是這個角色就是為他就是就是為他而存在的 對因為他其實真的是演得太好 就是整個他這個他這個角色就是完全刻在 刻在每個觀眾的心中然後就有一大堆 由於是男生吧可能就是看完之後就會開始瘋狂學他講話這樣子 對就是很就是他可能隨便講個話就是大家都覺得 大家都覺得超就是大家都覺得超帥這樣子 擄獲了就是世界上眾多男孩子的心 對就是大家都希望自己可以跟可以跟他一樣一樣帥這樣子 那其實除了他本身就是演得很好之外 其實這種重點就是他台詞設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精緻吧 尤其是英國劇的台詞都算是蠻都算是蠻 蠻吸引人的對就像之前可能介紹過什麼唐頓莊園之類 就也算是那個架空就是這種歷史架空劇 那這個話其實就是他們他們講話可能英國人講話 本來就比較本來就比較不直接一些 所以常常就是會可能不習慣的人剛開始看都會覺得說他到底在講什麼 因為就是他們永遠不會很直接了當的去回應一個人講話 就是你問他一個問題 他一定拿另外一個東西來回應你 但他不是在他不是就是沒有回應你 他只是用其他就是比較微晚或是用一個譬喻的方式去回應你 就是他一定會轉三個彎再回答你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其實如果剛開始看的時候可能會有一點點不了解 但是其實是蠻其實是蠻有趣的就是因為他這樣講話的關係 所以其實設計台詞上是比起一般的劇是更加的精緻 對就常常都會用很簡短的話然後就講一些很意味深長的 很意味深長的台詞這樣子 對所以大家就是大家就是非常的喜歡 就是大家真的就是非看不可 就是每個看過的人都一定是跟其他人講說一定要看真的一定要看 就是真的不看會後悔 但真的要說的話其實整部戲最成功最成功的一定還是要講到他的他的角色角色刻畫上面 對因為其實每一個角色都深深的讓大家覺得他們非常的有個性 然後就是絕對沒有一個人是就是會被忘記的 對我覺得其實每個出場過角色他們都有非常鮮明的特質 然後即使就是大家都在打打沙沙 其實每個人還是有很不一樣的很不一樣的個性 而且其實說真的就雖然他們在那邊打打沙沙 但是其實他們還是一個就是普通的人類 對所以其實他們還是就是每個人就是在做面對他們自己做的這樣的事情 其實也都還是有還是有很多自己不一樣的一個自己不一樣自己就是自己的內心對自己這樣的行為 有一些不一樣的不一樣的想法不一樣的反思這種感覺 那男主角的話他當然就是本劇最痛苦的一個人 但其實我覺得整部戲裡面的每個人其實都還蠻痛苦 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自己的一個很深切的痛苦跟掙扎 就是即使他們的家族事業在在劇情推演的過程中一直蒸蒸之上 然後他們的生活也過得越來越好 原本只是一個地方的地方混混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地方是地然後後來到可能他們發展到倫敦啊等等 然後掌握越來越多的合法生意然後賺很多錢這樣子 但是就是他們其實每個人心中都還是有一些自己的 都還是有一些都還是有一些自己的自己的問題 或是有一些遺憾啊或是有一些沉靜的傷痛等等的 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其實其實看其實看的過程你會覺得 就是我覺得劇情雖然非常的精彩然後推的也非常的快 但是其實他默默讓你覺得讓你覺得有點有點就是有點痛苦這樣子 因為其實像男主角他就是一個 因為他從那個戰爭回來 就是他在戰爭的時候啊 其實他是當一個非常痛苦的一個工作 對就是雖然說戰爭都是很痛苦 但是他是當一個特別痛苦的工作 就是去挖那個地道 然後就是他們要一直去挖洞 然後沿著那個很黑就是在暗無天日的地方 然後一直往前進就是像一個土撥鼠一樣 然後就是要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 然後去在一個挖到一個地方之後 在那邊買炸彈之類的 但是他們做的事情就是其實非常的危險的原因是因為 當你在挖這個地道的時候呢 對方的軍人也在挖這個地道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挖一挖呢 他們就會不小心在地底下就是狹路相逢 然後當他們真的狹路相逢的時候其實就是 因為其實那個地道也不是什麼多大的地方 他們就是用徒手挖出來的 然後可能大概就是一個人生的大小 然後就是他們通過這個地方去買這個炸彈 然後再通過就是如果你真的在這裡面遇到敵人的話 其實你們就是一個進行一個 進行一個惡戰的感覺 因為就是等於說你要跟他在一個非常擁解的地方 然後你原本就已經很痛苦就是當一隻突破鼠 然後帶著炸彈挖到這邊 結果你還遇到對方的敵人 然後還要在這個狹窄又很臭的一個地方 然後跟那個人就是徒手打鬥 然後就其實老實說我覺得就是那種 就是這種打鬥跟你在地面上拿槍跟別人互射的感覺 其實是不太一樣 就是在地面上拿槍互射是乾脆很多的活動 就是你在地底下就是就是你已經很累 然後就是身心俱疲的一個狀態下 然後又要跟又要跟對方在那邊扭打 其實是其實是真的非常痛苦 而且因為你會有一種覺得自己沒有 自己完全沒有希望 然後就是就算打完這一戰 等一下是不是又會還會遇到下一個人 就是隨時處在一個焦慮啊緊繃的狀態 其實才是真正為什麼這個工作會那麼的讓人PTSD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其實其實是處在一個長期沒有辦法放鬆 然後然後充滿痛苦跟恐懼的一個狀態 然後這個時間這個做這個事情時間久了之後 其實你就會你就會有非常嚴重的精神 精神創傷這樣子 就是不是跟一般的跟一般簡單的打仗就是不太一樣 對因為就是你一般打仗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打一打然後休息打一打休息 其實是有 其實這還算稍微比較正常一點 但是這個 這個挖地洞的 埋榨散的這個人的工作 雖然說其實我對戰爭不是到真的那麼了解 不過就是我稍微去研究一下他 就是他實際就是做了什麼 為什麼一回來就變成 變成那個變成那麼PTSD的狀態 所以就是我稍微去看一下他做的工作就是這樣子 嗯但他回來之後啊就是雖然他拿到了那個 就是那種什麼愛國勳章之類的 就是畢竟就是對國家做了很大的貢獻 但是就是這個傷痛在他心裡是 永遠永遠都都抹滅不掉 然後他可能晚上睡覺的時候就會一直聽到 有人在拿那個鏟子一直挖的感覺 就是很像就是隔壁有敵人一直在挖 還在挖地道的那種 的那種長期性的恐懼 就這樣子一直埋在他的心中 對就是非常的痛苦 所以其實他在那個地道裡面就已經 就已經體驗過無數次的就是 死亡與死亡擦肩而過的感覺 所以有點像是說他從那個戰場回來之後 之所以為什麼變得那麼那麼的 那麼的就是敢做很多高風險的事情 其實就是因為他覺得他在他心中他自己已經 他自己已經死過了已經死過好幾次了 所以其實他對他對於死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恐懼的 對然後就是為了想要過上就是可能過上更好的 更好的生活其實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個階級的 就是這其實是一個階級的憤怒啦 就像前面講說他演這個工人階級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這麼努力的在就是 比如說做這些事情啊 然後為國家為國家就是貢獻等等的 但是其實回來之後 除了就是發給你那個幾個勳章之外 其實還是沒有人把你放在眼裡 對就是你們終究是就這個社會當中的一個低階的 低階的人這樣子 即使你拿了那個勳章回來 你還是一個 你還是一個沒有沒有沒有地位的人 然後你為了國家奉獻那麼多 其實就是 在國家眼中你就只是一個用完就可以丟的工具這樣子 所以可能也是如此 他回來之後不僅不僅再也不害怕死亡 然後敢做一些很敢做一些很很兇猛的決定 然後再來就是他也他也就是想要去 就是不想要再當不想要再活在那個社會的底層的這種感覺 就是他希望就是就是想要把這個他們的他們的生意去洗掰啊 然後很大部分也是因為他想要進入上流階級 不想要就想要成為資本主義的贏家 不想要再被這個社會壓榨跟唾棄 然後看不起這種感覺 對所以其實雖然說是一個黑幫電影 但是其實是非常現實的一部劇我覺得 就大部分的黑幫電影可能都演的 黑幫劇可能都演的太過於帥氣 就是只看到那個黑幫風光明媚的一面這樣子 但是其實就是在Picky Blinders這部洗面 他們是他們的生活其實是 我覺得其實就跟博明涵的天空一樣黑 對就是雖然說他們可能獲得了很多勝利等等 但我覺得在這些人的心中 始終都是始終都是痛苦的 對所以其實我是全建議 就是雖然整部戲非常好看 然後精彩刺激 但是我還是建議就是憂鬱症的人 憂鬱症的人就是不要看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覺得他們做了很多行為都還蠻有 都還算是蠻有 就是怎麼樣 就是不顧一切 然後我覺得其實是男主角就是很有很有自殺傾向這樣子 雖然說他不是真正的 真正的去會去做就是自殺的這個主動的行為 但是其實有點像是被動自殺 就可能他做了一些決定 他可能去做某些事情 就是很有可能會死 但他也覺得OK 這樣的感覺 對就是 對就是有自殺傾向 雖然說他不是 他不是真的請自己去自己去動手這樣子 那剩下劇情的部分呢 就讓大家自己去看了 就是不想要劇頭 完全不想劇頭 因為真的很好看 完全不想劇頭 就是讓大家 大家讓大家親自去體會這樣 那我就接下來就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個PT Blankers 實際上在歷史上的 歷史上的一些事情吧 那反正這個PT Blankers 他們的確是 立基於這個博明函地區這樣子 然後他們當時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幫派嘛 但是他是不是在 就是他活躍的年代 並不是在他講的這個 他講的這個一戰之後 是比較晚的一些時間 不過博明函地區 其實長期以來就是有 有三四十年間的時間 都是充滿的黑道 算是英國就是治安最差的地方集 對就是滿街的黑道 然後他們大部分就是 一條街 早期的時候比較沒有一個最大的 一個最大的黑道 通常都是 比如說一條街就是有某一個勢力 然後這個勢力的話就是他 就是他可能就是會去 就是他就是屬於某一條街 他會照顧某一條街的人 然後代表某一條街的人 然後回去就是會去爭取這樣子 那說到這個說到這一些黑道 到底為什麼會出現呢 其實應該要講到就是警察的壓迫吧 其實就是這些人啊 他們其實過的很就是過的生活 當然是很不好 他們其實就是就是社會底層 然後很努力生活的窮人們 對就是在這些在這些 住在這個地方 但是就是原本他們就是會喜歡 就是蠻多年輕 當時的社會結構當 人口結構當中是 有非常多的年輕 年輕男性這樣子 然後這些年輕男性的話 他們平常就是會想要去做一些 做一些活動嘛 結果就受到一些 受到警察的 受到警察的壓制 不讓他們做一些 不會讓他們做一些活動之類 結果就是因為警察的壓迫 然後導致就是他們 開始組成這個 幫派的勢力來對抗 對抗警察這樣子 但是當然警察也是很腐敗的啦 所以等於說會形成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每一屆都有街道的一個狀況 其實也算是一個必然的 必然的結果 對然後應該說那個時候的人很窮吧 然後所以其實除了 除了就是他們所生活的那條街以外 其實他們沒有擁有 就是他們也沒有擁有什麼東西 然後所以大家就是可能在這樣子的 就是在這樣子組成黑幫的一個過程當中 他們可能會比較有歸屬感啊 等等的一些狀況 然後這些人啊 雖然說他們都是 都確實是罪犯 就是這些黑幫他們確實是罪犯 但其實他們也不是真的做一些 很多壞的事情 也不過就是打打人啊 然後偷偷東西這樣子 對然後這其實也很大部分 是受到情勢所迫吧 因為就是當時的那些人他們就是很窮 如果他們不做這些壞事的話 有可能他們甚至就是生活不下去 就是如果不是他們去壞 就是等於他們被別人壞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這種 無奈的狀況吧 就是你不去 你不去殺別人別人就來殺你 就是你如果不去搶別人就是你餓死 所以其實就是你要 你要就是去對這些人做一些道德評價什麼的 我覺得 也是有點 也是有點 不必要啦 對 就是雖然說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喔 就是大家都看那個黑幫片 覺得黑幫很棒什麼的 就是是不對的行為 但是我覺得 在他們那樣的 一個社會脈絡之下 其實那些人成為黑幫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他們的錯 對 就是他們其實也沒有什麼其他選擇 要不然 你如果不是當黑幫 你就是在那邊窮 然後沒東西吃這樣 所以其實 也沒什麼 也沒有什麼真的錯的地方 然後在 呃 劇集裡面可以看到呢 他們住的那一種 那一種 就是 全部連在一起的那一種房子啊 現在大部分已經拆掉了 對 就是那些房子現在大部分已經不存在 就是沒有辦法看到 像電影像劇裡面那一些 他們住的那種 整排的完全一樣的房子 其實那些房子就是 就是給窮人住的房子啦 對 然後現在都已經拆掉換成新的房子 但是 呃 劇集裡面常常出現的警察局 其實是還在的 對 那些警察局的話 呃 那個警察局的話 其實算是 呃 就是在 後維多利亞時期 蓋的警察局 然後一直沿用至今 現在裡面還是真的有 真的就是 真的有在使用的這樣子 然後未來的話他們是 歷史學家是希望可以把 就是劇集裡面出現的那個警察局 就是可以把它變成是 變成是就是警察博物館這樣子 那那裡面的 那裡面其實很大部分都沒有做感動 就是從當年到現在 所以其實裡面呢 有 有裡面的那些 那些監獄啊 其實是 就是真正的 Picky Blinders 他們 他們曾經待過的地方 對 所以就是還蠻酷炫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 就是可以到博民館的話 其實可以去 可以去看看那個 可以去看看那個警察局 在那個警察局前面拍照打卡 對 因為警察局其實算是在這部戲裡面 出現蠻多次的一個重大的建築物嘛 就是他們常常都是 對 其實整個整個故事一開始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跟這個警察 警察做對抗 因為警察會想要來肅清 像是他們這樣子的地方 不良勢力 對 所以其實警察局 算是蠻重要的 蠻重要的一個場所吧 然後 那個 就是他們裡面 還有一個常出現的場景 就是那個酒吧的部分 那根據歷史學家所說呢 就是這個酒吧其實是 酒吧其實是 就是在每一條街 可能就是都會有一些這種 後街的這種酒吧 然後其實每個酒吧 大部分都是由 某一條街的 某一條街的黑幫混混們 就是所佔領 就是通常一個黑幫 就是他們會有 會有自己的一個基地 就是某個酒吧 就會是他們的基地這樣 會在裡面 可能會在裡面談事情啊 或是什麼 就是大家都自己的 自己的基地 都是以這個酒吧 作為一個中心 所以其實也是跟劇裡面演的是 就是演的是類似的情況 那 關於 關於回到這個Picky Blinders 他們的這個名字啊 其實歷史學家有 就是去 去解釋這一點 就是說其實他們這個 這個帽子裡面放這個刀片 的事情 其實是 沒有到 沒有到很合理啦 對 因為就是 那個時候啊 其實應該還沒有那麼多 這種刀片 就是那個刀片 好像在 好像是就是美國 在 在20世紀初 才生產的 所以其實在 這個Picky Blinders 他們實際上 在歷史上活躍的年代 是沒有辦法取得 這麼大量的 這種 刀片 因為其實那種 那種剃刀啊 其實是 呃 非常 是衛生的象徵 就是他這種剃刀 其實是那種 奈美容刃 拿來剃 剃的 這種 比較高級的 比較高級的 這種刀子 其實要 這些 這些很窮的人啊 他們在那個年代 要有辦法 每個人都有 這個剃刀 這個衛生刀片 其實是 其實是不太合理的 對 就是太貴了 就是這個刀片 太高級了 他們應該 他們應該拿不起 要是他們有這麼多 這種刀片的話 其實他們也不用去 他們也不用做黑幫 也不用過這麼 這種打打殺殺的 痛苦生活 對 所以就是他們應該 是沒有這個東西 他們應該主要就是會 直接使用他們的 他們的靴子啊 他們靴子可能都會有一些 那種 那種硬硬的地方 就是可以直接 踹人的時候就會很痛 然後或者是直接 拿皮帶打人之類的 或是拿刀子直接拿出來 就是跟 就是應該不是 就是拿帽子的那個部分去 帽子的部分去割人 那剛剛我講說 他們會把那個刀片 就是劇情裡面是演說 他們把這個刀片 縫在他們的帽人的前面 然後因為帽人就是 這個帽子就是 是叫做 就是帽人部分叫peak 然後刀片是這個blinder 所以這個劇集 才會被叫做peaky blinder 所以他們這個檔 他們這個黑幫的人 都是剃刀檔的人 都是在這個帽子裡面有刀片 然後用這個刀片去 刀片去把人家 把人家割 把人家割開 割出血來這樣子 就是他們會做一個動作是 拿那個帽子去 就是剛好從 剛好他把帽子拿下來的時候 你轉動一下手腕 如果對方在你的面前的話 其實是可以去 直接刮到對方的 額頭的位置 然後 所以就是還蠻 就是蠻帥的一個動作這樣 但是我其實看的時候 就已經覺得有點詭異 就覺得好像實際上沒有到那麼合理 就是把刀片縫在帽子的前緣的部分 因為其實你自己很常 就是會去摸那個前面啊 你要把帽子拿上來 拿下去的時候 其實都很容易割到自己的手 所以 我其實是覺得這部分是 這部分是不太合理 然後 而且還有其實你拿那個帽子去割人 其實是 我覺得是沒有那麼好施力 因為其實你帽子不可能是完全硬的 然後所以你這樣子去割的時候 其實你很難去控制它的力道 然後你甩動了 其實是 也沒有辦法把那個力 那麼直接的傳達到前端的刀片上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其實把那個刀子藏在那個 就是動在那個帽院裡面 其實沒有到很合理 然後歷史學家也講說 這個部分其實並不是這樣子 對 就是 就是 Peaky Blinders 深圳的來由 其實應該只是 應該只是因為 就是他們喜歡戴那個帽子 然後把帽炎壓得很低 然後讓這個帽炎的部分 會去擋住自己的視線 所以其實是有點像是 其實實際上是你的peak 把你的眼睛給蒙住 所以你變成blind 所以是peaky blinders 其實意思是 就是冒炎擋住你的視線 就是它這個 意思其實是一種fashion 就是是冒炎擋住視線的一種fashion 對 對 所以其實並不是那麼的 就是並不是真的那麼的 並不是那麼的帥氣 就是並不是那個 拿冒炎的刀片割人這樣子 不過 其實還是蠻 其實還是蠻 其實還是蠻就是 蠻好笑的啦 對就是這個典故 然後他們是說 就是把人家額頭這邊 刮出一條 一條血痕的時候 他的血不是會從 額頭上面流下來嗎 然後剛好就會 弄到眼睛 然後遮到眼睛 所以 就是有點 有點好笑這樣 雖然蠻帥氣 但是也是 但是也是蠻好笑的啦 然後 所以 所以歷史學家就是說 其實其實並不是真的有 並不是真的有這個刀片這樣子 如果他們有這個刀片的話 就已經發大財了 不用 就不用在那邊做那麼苦命的事情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時候 他們還是都是用 就是比較 傳統的方式在 在打人這樣子 沒有那麼的帥氣 總之呢 就是博明函在那個時候 真的是有非常 非常多的黑道 但是後來呢 那個地方卻成為了就是 算是最守法的 一個城市之一 那這個轉變其實就是發生在 某一個警長去那邊 作證之後的事情 對 就其實 真正的問題 就是說 其實警察跟這些人 真這些 真跟這些人 長期的 長期的抗衡 但是其實都 沒有辦法真的自助他們 然後 就是很大原因 是因為 就是警察的數量可能不夠啊 或者是 他們的人 太弱了 這樣子 所以這個警長一來之後呢 就開始大肆的招募 招募一大堆新的警察 然後 招募一大堆新的警察 都是執照那種年輕的 然後甚至 就是身高跟體型都有非常 嚴格的限制 反正就是要找一些 真的能打的來啊 因為其實就是 他制這些人的方法 就是說 就是說 你要 就是大家 大家要比打架嘛 所以他就要找一些 真的會 真的會打架的人來 然後所以他們遇到那些 就要遇到那些成員的時候啊 就是可以直接跟他們當街互毆這樣子 然後如果警察打贏了的話呢 就是他們警察才會搞頭 如果警察打不贏那些人的話 其實他就 他就是永遠 就是永遠沒辦法自助 自助這個地方這樣子 所以 就是他就請了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警察 就是可能請了 一個 差一個 一個城市就直接請了500多個 就直接新招募500多個 就是非常 就是看起來 全部看起來就是可能 就像現在有在健身的健身人之類的 這種 這種 這種警察 然後就是都 一定要20幾歲 就是把之前救的 全部都 全部都 全部都除掉這樣子 然後 很明顯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在那個 舊照片裡面 就是在他來之前 他來之後 就是警察的 警察的 顏值跟體型都 都大幅的提升這樣子 但是當然重點就是在於 他們是真的能打 那當時就是他招募人 除了就是 除了就是 外表上的 外表上的需求之外呢 就是說 只要你會 就是你試字 然後 又很會打架的話 你就符合條件這樣子 所以他就招募了非常多這種人 然後外面 只要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他就直接派他警察 去跟那些人打架 就是也不用多說什麼廢話 反正 反正你跟他講那麼多 他也是不會鳥 就是不如直接就是 直接就是 輸贏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是直接派警察去 去跟 其他警察去跟那些人輸贏 然後 如果警察打贏的話 其實警察的 警察的那個 地位就是會 會大大的提升 因為畢竟這就是一個 這就是一個 那個打架決定地位的地方 所以 如果警察打贏的話 他們就能夠獲得 就是能夠獲得 一定的 一定的生育跟能量 然後 再來就是他把那個 他把那個就是 判刑的事情變得 就是加重 然後變得很嚴格 就是在那之前 其實大部分的時候 他們 那些 那些就是 黑到鬥毆的狀況 他們如果被抓進去裡面的話 通常都是 就是 只要付一些錢 就是可以把它 保出來這樣子 所以 基本上 他們就是根本沒在怕 因為 反正他們就是去從別人 在你身上搶錢過來 或是怎麼樣 就算他們自己沒錢 就是他們的 他們的兄弟 還是很快就能夠出來這樣 所以他一來之後 就馬上就是取消 取消所有的那個 所有的就是 用付錢來換人的 的任何的條例這樣子 所以就是被關進去 就被關進去 然後只要打警察 就是直接六個月 所以呢 就是讓這些人 就是進去之後 就出不來 就人越來越少之後 就越來越難鬧事 然後警察又 實力又強的話 其實抓到人的機會 就 就高了很多 對 然後反正就漸漸講了之後 就是這個地方 就被 就是真正被 被清乾淨了這樣子 所以從此以後 從此以後 就是博明函就成為了一個 就是 很守法的 很守法的地方 就是 黑道就是在 三四十年後 在那個地方 銷聲匿跡了 但是 無論如何呢 就是 這些黑道就在 博明函留下了一段 輝煌的歷史 那就算已經結束了 就是還是會 有很多人對當時的 那種 當時的那種黑道情懷 很 很有興趣 那也是為什麼會出現 就是這部戲的原因了 那 今天的節目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那 我們就再次感謝 訂閱贊助的會員 黑母丹 Elly 水染 秋生 ZZ 還有 KUM 還有毛毛 那 就希望有興趣就是繼續支持 夏宇創作的朋友 非常歡迎在下方的連結 找到就是有不同的會員等級 還有不同的福利給大家參考 那如果喜歡女友的純粹不給心批判的話呢 就希望大家可以把這個節目多多的分享出去 在Apple Podcast幫我留心心寫下評論 或在有留言區的地方留言給我 然後也可以去收聽我的另外兩個Podcast 夏日以後跟大家分享一些國際新聞新資訊 聽說動物的話當然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不確的動物小知識 那就希望大家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追蹤我的IG 希望這個 女友的純粹不給心批判可以繼續在每周三跟大家相見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你好 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